大家好 一般平时我们给兰花预防 叶斑 荷斑 碳菊 都建议大家用一些 预防类的药物 比如说多菌磷 带生猛心等等的这些 但是当我们的兰花 出现了这一种 病害之后 想用这些普通的预防类药物 是很难达到更好的效果的 大家看一下我这颗兰花 就是出现了这种问题 那么我们想要很好解决这个问题 直接用上这一种 本甲笔作纸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用这种本甲笔作纸呢 原因就是它的范围比较广 包括一些碳菊 叶斑 荷斑 用它都可以解决 如果说我们用一些 其他的药物的话 它是比较针对性的 那么用起来的话不够广泛 尤其是对一些花有不太分辨 这个兰花得什么病害的时候 用上的话可能就会没有 什么很好的效果 那么用这个的话就比较广泛 所以说用起来也比较简单方便 只需要把这颗小药丸打开之后 兑入到1000毫升的清水中 然后给它喷洒一片就可以了 一般正常来说 像我这颗兰花出现这种状态的话 连续给它喷三次 基本就可以搞定 大概5天给它喷一次 或者是7天给它喷一次 当然我们在喷完药之后 最好第二天用清水给它喷洒一次 把这些残留的药物给它冲洗干净 所以说对付兰花叶片的一些病害 用上这种本甲笔作纸 是最简单最有效的 尤其是对一些新养兰花的朋友 而且它也不会产生药害 也不会出现抗药性 好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